卓伟爆流湿湿猛料 吴奇隆的回击方式大快人心 祖徒 在卓伟手上被绊掉的艺人确实不少 有男有女 这一点还是佩服他的 卓伟甚至 都爆料过王宝强收到过暗杀的生命威胁 可见其狗仔工作的认真程度 一时间中国第一狗仔名号到了他头上 然而 在刘诗诗这里卓伟名号却不好使了 卓伟曾经多次暗示刘诗诗出轨 2014年甚至发微博 鸳鸯成双掠江湖 笑看空穴傲出风 窈窕诗诗无龙半 谁与通邮带真章 尽管作为不断地暗示着 但是网友却就是不买他的账 不相信刘诗诗出轨 为什么呢 可以说刘诗诗诗是当今娱乐圈中稍有绯闻的女明星了 在众多的艺人中 评论她的话基本都是 刘诗诗是我最佩服的女演员 理由是 她有像军人一般的意志力 或者是一个单纯简单 特别清澈的海水 是一眼可以看到底的 而她与吴奇隆的爱恋 也让人表示不可能出轨 在婚礼上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像个小孩一样嘟着嘴 红卓眼对她说 我会听话的 很多人都说刘诗诗是面瘫 但真想其实是跟你是面瘫 跟吴奇隆就不是面瘫了 人体是各种调皮取闹 2018年 他们晒出了两人的合照 宣告他们还在一起恩爱着 一张照片够呢 出轨传闻也不攻自破 刘诗诗 吴奇隆一直幸福走下去吧 卓伟可能激不择时了 刘诗诗和吴奇隆在步步惊心中相恋不入混音礼堂 相对二婚的吴奇隆来说 刘诗诗就是仙女 能嫁给吴奇隆这样的既有经济头脑 又是偶像实力与一身的演员 也是她的福气 两人可是男才女貌呢 往常卓伟在娱乐圈里面混得可真的是如日中天 明星们对这个人真的是又恨又怕 话说卓伟这个八卦第一人还真不是盖的 被卓伟爆料过的明星根本上都不会有好下场 特别是这次爆料的李小璐夜宿门事情 招致李小璐签约的多家公司宁愿毁约赔偿都不愿意继续协作下去 这次卓伟貌似又要搞事情了 说刘诗诗怀孕了君君查了一下这个新闻 放佛是2017年的 不过前些日子吴奇隆突然松口 还回复粉丝的祝福说 要生一堆娃 要三年生三 吴奇隆想当爸爸的心 可想而知 吴奇隆都承认了 事情的女主人公曾经是我们以为最不可能出轨的女明星 这句话的意义是暗指刘诗诗出行 吴奇隆没有陪伴在身旁 暗指刘诗诗出轨 不过素爷和刘诗诗简直除了拍戏 其他事情都是黏在一桶的 卓伟爆出这句话还是很有深意的 其实之前很多记者问过吴奇隆 你们年龄相差这么多 就不怕你老了不帅以后 你老婆不爱你了吗 四爷看了看旁边的刘诗诗笑着回复道 他是我的珍宝 感激上仓把他带到我的身边 我会尽我所能不断陪他到老 不让他受半点冤枉 作为夫妻 无论时间有多长 我都会信任他尊重他 请不要随意地揣测我们的感情好吗 卓伟爆料之后 吴奇隆和刘诗诗就被网友偶遇到逛商场 两人十指紧扣可是狠狠地打了卓伟的脸 四爷这种反击方式可以说是很机智了 在小编看来刘诗诗也是不可能出轨的 你们以为呢